清朝乾隆时期有不少独特的工艺品 像是转新品玉雄等等 为让这些经典古物能够更贴近民众的生活 故宫连续举办三年的国宝衍生商品设计比赛 今天下午举行颁奖典礼 共21件获奖从文具3C到生活用品 现在就带您一起来欣赏设计师们的精彩创意 这是联动的 你拉动胶带的时候头会跟着转 相反的你转动头的时候胶带也会跑进去 转转胶台清朝乾隆特有的工艺品转新品 摇身一遍成为巴掌大的胶带台 也有设计师运用转新品上的窗花及八卦纹路 为泡茶器具增添古古新移 你在这个转动的过程就好像你在玩那个艺术品 转新品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 你只要用手晃了一下 那个茶叶就慢慢地淡出来 我就想说它是不是在转动的时候 可以是有一些意义在的 所以我把它做成一支笔 然后可以从细节里面 在转动的同时然后里面会变色 像是以红盖路瓶发响的榨汁机 玉熊造型的极限器 以及结合喇叭功能的转新品等 清朝乾隆的古物工艺到了现代 透过设计师的创意构思 让更多人可以轻松体会 乾隆皇帝的艺术品味 泡茶这本来就是一个很休闲 很放松的一个活动 就像以前的皇帝 他在玩他的这些宝物的时候 他心态也是很放松的 所以我们也希望使用者 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 他本身也是一个放松的状态 去感受以前皇帝的那种 优雅的闲情意志 配合我们明年10月会推出一个 乾隆的艺术品味的展览 所以我们选择了 将会在乾隆艺术品味展出的101件 头到的设计作品将近400件 比起历年都高了一倍 今年获奖的21件作品 除了有机会在明年展出 故宫也希望借由创意与设计的加值 让这些经典的国宝文物 新唐人亚太电视陈回摩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